呃 其实是里面 你是游客是吗 我之前在中环工作 但是我一年前落词 方便怎么聊几句话 你是在拍 那我们坐下聊一聊 小姐姐怎么称呼啊 叫我紫苏就好 今年是我来香港第六年 那你离职之后也会经常来中环吗 因为现在时间比较多 而且也没有班位了 就没事就逛一逛 你之前在中环是什么行业呢 我之前是外资投行 听说香港中环的投行 人均年薪百万 你也是吗 落词之前年薪大概150万 那你落词多久了呀 大概一年 方便介绍一下你的学术背景 我是当时高考超常发挥 小姐考了全省全一百 本科去了中科大 觉得胜目 但你现在不是做的金融吗 本科中华学不下去了 可是你是全省全一百 那你的学性能力应该蛮强的 我只是在宁夏比较强 去了中科大之后 就感觉基本上大 身边的人都特别学习 像很多江苏啊 山东啊 河南的考生 他们可能提前的 已经把大学的支持 说得差不多了 就我这个时候感觉 自己像一个智障 经常会考试不及格 所以我当时觉得自己 应该重新好好评估一下 我到底擅长什么 然后为了让我的大学生活 顺利的过下去 所以我就转去管理学院 去上课之后会不会感觉状况会好一点 就是触底反弹 从学渣变成学吧 我当时毕业的时候还是优秀毕业生 然后还拿两个的奖 那你后面为什么会选择来港大读研 香港学院 都国际 而且工资也要高 来香港读书之后 感觉怎么样 能习惯吗 我来这边之后又经历了一次读荡 我的同学都是什么清华北大 上昭 普弹 还有国外长春藤啊 甚至还有什么流津建厂的 他们也比较容易收到那些大投行的实习 但是找工作超级困难 大部分简历都实陈大派了 那你在香港这边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呢 是在一家中处的券商做股票销售 只有一万九 那你怎么从一万九到年薪一百五十万的呢 因为有一个学姐 她是在这家公司工作 她要跳槽了 所以就把我refer进去了 就正常来说的话 以你的简历是很难进入的 如果是校招的话应该是挺难的 那就是说你第一份工作是一万九 然后三个月之后你直接月薪就翻倍了 那你第一年的年收入大概多少 我第一年年收入的话月薪大概三万多 然后那时候市场比较好 奖金大概有十几个月 所以加起来年薪大概七八十万 我那个时候就很少 因为在一个校园上 别认识了其他外籍工人的人 他们就觉得我固而想把我招过去 然后基本场合之下 我就就跳去了我的上一家公司 这一家应该是顶级的外籍工人之一 我的工资就又翻了一倍以上 我那个时候月薪接近十万吧 为什么会涨幅这么大 因为外资投行他实行的是不多多费 可是你为什么突然间就落词了 因为这条路太难坚持了 你之前有没有听说中金女孩的事情 第一次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感觉特别难受 因为我其实很动情他 投行的工作 他不仅是对生理上有很大的摧残 因为就是睡眠不足 工作量特别特别的大 另一方面就是精神压力也很大 因为投行的那个快节奏 还有老板的高要求 各方面其实就是身心双重的压力 你像投行人一周可能就睡三四个小时 这能坚持得了吗 其实我也难以想象他们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在投行真的有很多体力怪 他们是可以做到一边兼顾这么辛苦的工作 然后同时还能抽出时间去喝酒 所以我觉得也是挺厉害的 所以他们真的是真正的时间管理大师了 对但是也不是说就真的对身体没有损耗 最近已经有多起那个投行猝死的新闻了 有一个老外之前还是 身体素质特别特别好 那你离职的这个决定是一瞬间的吗 还是也考虑了挺久 纠结了有三个月吧 当然我也不是鼓励大家螺丝 其实我当时游泳系螺丝 有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有足够的物质的基础 我当时大概有七位数的存款 之前年收一百多万 然后一下子直接就没有了 在消费这个层次对你有什么变化 之前收入很高 但是没有时间去花钱 一旦有空去花 我就会做很多不理智的消费 就比如说买一些那种很贵的包啊 鞋啊衣服啊 那是什么心态呢 我觉得就是因为情绪太糟糕了 然后想要通过一些这种大额的消费来 就是报复性的娱乐一下 但现在就是一个消费降级的大状态 比如说现在我就特别喜欢背这个包 它是上面有我的 全身价钱应该就不到三四百块钱 其实我之前以为 我消费降级成这样 我会很开心 但是神奇的是 我发现并没 反而是比以前开心了好多 其实消费主义 它这个东西 它不能真的给人带来快乐 后面跟子苏还聊了好多 他说他喜欢旅游 裸词后 他终于有时间去了很多国家 感受不同的文化 也认识到了很多其他行业的朋友 学习了芳香疗愈 开了自己的精油小店 并且开启了作为芳疗师的第二人生 他说他以前从来不知道 自己到底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只知道要努力学习 上个好大学 找个体面的工作 有个不错的收入 当然他都做到了 在不断地从鸡头到凤尾中 反复横跳 每一次面对机会 他也都抓住了 人生有很多种路径 这一次 他想要真正的为自己而活 这次我们下落了 再来用 我拖头 追击